我本来是想讲wordpress这个网站结构的 没关系 肯定是要先讲这个位置 讲了整个流程 然后再讲这个wordpress 那这些东西是怎么做的 是怎么运作的 怎么运转的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wordpress 这个程序是免费的 从wordpress.org上面下载 传到这个服务器上 这个里面有很多prp 也有css 也有gs 但是它没有最后你想要的网站那个样子 把它装在 我们把它下面这是服务器 我之前做过一个图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服务器 它有cpu 有内存 有硬盘 有很多东西 然后它装的是什么呢 它装的不能是windows系统 它装的是linux系统 最常见的 现在最常见的就是centerOS 比如说8.g 比如说8.3吧 这是操作系统 是linux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上 安装wordpress是不可以的 我们需要在这个 这个服务器下面是 cpu 内存 硬盘 ssd 这是硬件 在硬件上装系统 这个都好理解 是吧 装系统之后 它不能直接运行wordpress 因为它没有环境 我们需要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系统上 还要安装很多个支撑的支持的服务 最常见的就是宝塔 就是那个宝塔镇和妖的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和妖 它是一个面向服务器的 比较易用的一个软件 这里面的很多软件 我们需要装很多软件 都需要用代码来安装 调试 这个很麻烦 我也来不了 我曾经能来 但是很麻烦 很耗费时间 后来我找到了宝塔 像宝塔这类的软件 同行软件也有很多 我对宝塔用的比较多一些 如果你用的是主机 HOSTNG 就是那个虚拟主机 灯没有电了 咱们就这么讲 我把这个灯开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虚拟主机 那就用不着考虑 什么CPU 硬盘 内存之类的 还有操作系统 甚至宝塔 这些你都不用考虑 人家主机的开发者 不对 主机的服务商 他会把这一套 都给你做好 你直接可以在上面装 WordPress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服务器 服务器的硬件 你在购买的时候 要去调配 要去选择 系统也要去选择 然后自己去装宝塔 装宝塔 自己去安装设置 也挺麻烦的 但是会则不难 难则不会 关于主机和服务器 以后会讲 先不说 说到这儿了 有很多支持服务 这个支持服务是什么呢 就是PHP 这个PHP 它并不是说这个文件 并不是说指的是 这个PHP文件 这个PHP文件 是我们用代码编出来的 或者说是开发者 开发出来的 但是这个文件 它不能运行 你得安装一个 PHP的一个软件 它才可以正常运行 PHP的文件 这个能理解吗 你不装这个软件 它不能运行 还要有一个数据库 MyCircle 这个数据库 之前一直没有说 后面再详细展开 还要有NGX NGX 或者是APA7 等等吧 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这个以后再展开 装好了这一堆东西之后 才可以安装这个WordPress 这个WordPress是免费获得的 这个服务器你得花钱去买 可以租一个月 也可以租一年 也可以租三年 我那个服务器租了三年 像这些软件 像MyCircle PHP NGX 这些都是免费的 宝台也是免费的 WordPress也是免费的 我主要讲一下它的内部逻辑 这个服务器你得花钱去买 这个服务器你得花钱去买 这个服务器你得花钱去买